二零一三年首度在臺灣演出的 寶總歌舞團 當時創下十二場演出 作無虛席的紀錄 今年八月 寶總將再次來臺灣公演 這次會由花祖丹剛 帶來經典作品《凡爾賽玫瑰》 而且導演也透露 他可能會將臺灣的流行音樂 融入表演中 給大家意外的驚喜 日本寶總歌劇團 2015年八月將二度來臺 這次將由花祖團員丹剛演出 帶來經典代表作《凡爾賽玫瑰》 及豪華歌舞秀寶總幻想曲 以長達兩百分鐘的演出 回應臺灣觀眾先前的熱烈迴響 花祖首席明星明日海里奧 以及人氣女角花奶瑪莉亞等演員 親自來臺宣傳 首次擔任海外演出的她們 穿上華麗服裝 現唱劇中歌曲《震撼全場》 我是第一次在海外公演 但在這次第二次的台灣公演 我為花祖首席明星明日 很高興興奮 2013年寶總歌劇團首度來臺 用中文為台灣觀眾獻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融入海角七號電影中的經典歌曲 《二度來臺》導演說 不僅會考慮加入台灣老歌 也計畫融入現在流行的歌曲 《寶總的經典華麗歌舞秀》 《寶總的經典華麗歌舞秀》 要讓台灣觀眾感受百年寶總的魅力 《日以永遠照》 好像沒有兩炷 在說 roup閒 我們不達看一展 《OK晚夜腦》 總電影น不斷